上星期我都介紹一下節目 我們有些樂園件的單位 有些散景單位 有些去到農場 非常豐富 當然我們剛才跟先生說過 我們都幸運到這個起訴 本身的錄件 我們想學會定價 我們都覺得今次的定價非常合適 我們安排在來今星期五 正式開始收費 我們會視乎收費情況 再決定什麼時候在家區 今次的開價 我會形容是無敵貼市價 是無敵貼市價 我們一向都是以市價來推盤 當然我們也會考慮 今期的單位和上一期的單位 是有助向附警官的分別 所以我們都相信 我們這個開價是被市場買家所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千拿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過去的三個月 我們看到無論是一手二手的成交量 都可以說是有很大的升幅 特別是一手新款方面 我相信今年的上半年 一至六月會突破九千宗 是屬於近年的新高 與此同時 租貿市場亦是非常滑弱的 因為收入運財的計劃都很成功 我們看到中小型單位的租金 表現特別是理想的 雖然過去兩三個禮拜 我們看到成交稍稍回落 不過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過去我們都看到 每一次樓市大王之後 都需要休息一下 然後回氣再上 前幾天我們都看到 加拿大、歐洲那邊都開始減息 如果我們下半年都能減息的話 我相信樓市的復甦部分 可以是更加快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